只要跟中山人站到边都是很嗨 他跟着我一起练习 所以我中山超书不起的 我现在是蛮帅气的 大家好我是魏专人 嗨我是Katherine OK好今天我来专访了我们的Katherine老师 对那我想说因为她是中山女高毕业的 对对对 来请Katherine介绍一下中山女高 学生们都会吃的一些回忆中的美食 刚好那间餐厅她推荐的餐厅有搬家 搬家 就来到了这里哦在这前面 我们边走边聊好 所以这间店是你以前很常吃的店 超常 而且而且因为它很珍贵 因为它价位稍微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是那种断烤丸 然后来庆祝断烤丸之后 然后来吃草饼 对对是庆祝的食物 在一家吗 在一家 对对这个 这个 萧园 萧园 为什么老板姓萧是不是 你等一下去问老板好不好 OKOK 老板你好 嗨老板 老板 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 我们试试看 就这样 别沾了 对 好 - 想不到老闆竟然认得你,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是很夸张这样。- 没有,我们就很吵,老闆感觉也不输你们,他就很high。- 只要跟众商人站到边都是很high的。 - 哇,番茄,牛肉饼,谢谢。- 啊,我的是咖喱,哇,谢谢老闆。- 老闆太热情了,一直招待啦。- 啊,对啊,谢谢你。 - 嗯,这个好Q哦。- 诶,这口感蛮有趣的诶,这个。- 它是介于刀削面的那个Q度跟- 板条,对。- 板条,对。 - 哦,诶,我觉得会哦,我觉得如果是中山女中的学生,这样应该确实会怀念哦,会想来吃哦。- 对。 - 现在往事都回忆起来了。- 往事,往事,往事。- 想到以前跳课的年代。- 高中那个。- 然后跟男朋友跳家的那个时候。- 没有男朋友。 - 哈哈。- 但我觉得,我想要专心吃一点。- 好。- 然后我们吃完之后,Casseline说它中山女高前面有个公园。- 嗯。- 所以现在它很屁的那个年代,在那边玩得很好。- 对对对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去玩。- 而且有一些蛮不错的回忆,等一下可以再分析。- 那我们赶快吃完,我们到那边再去聊好了。- 好。- 好。- 是。 - 诶,刚刚那间店好特别哦。- 那个面的口感算是没吃过的口感。- 炒饼,本来这个品相就不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出现过。- 从来没听过。- 然后那个汤,汤很厉害。- 它是番茄浓汤,但是一点都吃起来超级干净的。- 因为你喝了两碗汤诶。- 哈哈哈哈。- 你到底是美食频道还是什么啊?- 谢谢你,谢谢你推荐美食给我的。- 那我们来到一同一会儿。- 谢谢你推荐美食给我的。- 那我们来到一同一会儿。- 谢谢你推荐美食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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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以前常来这里是不是?- 其实不常,但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在这里建立的美好回忆是什么?- 有有有。- 我想到一个最特别的回忆是,那一年中山女中跟建宗两位校长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 就是我们中山女中每一班都会派大概三到五位的女生去建宗当交换学生。- 这是我们中山女中每一班都会派大概三到五位的女生去建宗当交换学生。- 这是我们中山女中每一班都会派大概三到五位的女生去建宗当交换学生。 - 然后建宗同时也会派三到五位同学。- 也不是派,就是个人自愿。- 然后到中山女中上课,然后我们就交换学生两周。- 这个很刺激耶。- 超刺激的。- 我记得好像在最后几天吧,我们都会跟男生一起相约到这个公园来玩。-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很青春的玩鬼抓人。- 玩累,然后就吃冰,吃挖冰,然后坐在那边聊天。-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生当中还是有异性的陪伴。- 这什么结论?- 突然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突然这个结论。 -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你高中的时候也是有点风云人物的,爱玩的感觉。- 不太算耶。- 不算。- 因为如果在女校要当风云人物啊,你应该是要个帅T。- 你蛮帅的。- 对,我现在是蛮帅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长法。- 对,所以不会有人把我联想到那边。- 对,所以不会有人把我联想到那边。- 对。 - 我这样认识你的一段时间啦。- 我对你的观察是,我觉得你很热血。- 哥哥哥,加迷阿迷,跑跑跑。- 你都昨天那样吗?- 然后有点输不起。- 对,我底下是蛮输不起的。- 如果现在在场有我的同学,他们就说,张叔,你超输不起的。- 我跟你说,之前我们在玩打麻将,玩大老二,然后他们计分,然后那个纸,然后他还把它吃掉。- 那超约输不起的。- 对,超输不起的。- 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点热血,输不起。- 我觉得高中那时候应该算是比较骄傲的。- 我觉得高中那时候应该算是比较骄傲的。 - 然后也很喜欢讲话,然后觉得,嗯,我讲话我想要当大家的焦点。- 我觉得上了大学,出社会之后,慢慢修正,然后选择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选择后的版本。- 就是现在选择版就是输不起,热血。- 保留了一些些。- 对,然后把一些高傲的那些,就是不好的个性,就是改掉改掉。- 对啊。- 那有一个我觉得你啊。- 因为我这样看你的感觉是,你很喜欢,很热于分享。- 我的确有觉得, - 那个时候我对于一些我会的事情,我会很想要告诉别人怎么做。- 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会问我说,诶,这个英文到底怎么发音啊?- 是。- 然后我可以很快的听出来他们发音的那些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Zara嘛,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说Zara。- 可是我就会觉得RA,大家怎么会觉得难呢?- 因为我们中文里面就有支支支R的那个R啊。- 不过把安的音变成RA的音。 - 那Zara就比较简单,大家就说Zara。- 然后可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Zara。- 如果你分开开都可以讲说是Zara。- 那就表示你合在一起一定会,那只是输于练习。- 其实你高中的时候就显现出了现在的Kathryn老师的一个字。- 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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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其实我想象起来,如果学生时期啊,有一个朋友很热情的这样一直教我,有可能会有些同学会讨厌你,说,装懂什么。- 就是我刚讲的,我高中时期的确是稍微偏向比较高傲那种坏的, mean girls 那样子。- 那时候也很喜欢整老师啊。- 是。- 对啊,就比如说把老师一些糗事写在黑板上。- OK,所以并没有因为你这些热语分享的特质而被讨厌过。- 对,因为我不是一个算很喜欢出风朋友, - 那你现在作为这样的很热血的老师啊。- 嗯。- 倒是有没有遇过这个挫折、挫败。- 特别就做你们课程的时候,感觉特别挫折。- 是这样是不是。- 因为课程卖得不错。- 是。- 所以等于你已经被推上台面了。- 是。- 你要比的是那其他也是浮出来台面那种名声响亮亮的名师啊。- 是。- 那种企业内训老师之类的。- 然后那些人其实真的随随便便都是一个什么从美国回来的- 学历很响亮。- 对,学历很响亮。- 对,学历很响亮。- 教学博士啊,英文什么研究什么专家之� - 那我自己怎么还敢把我只有大学学历的这个部分讲出来。- 所以那时候会给自己压力很大。- 我没有讨厌那些其他的那个名师哦,我没有哦。- 就是一个把他们当作是一个非常尊敬的对象。- 因为我记得你跟我们合作课程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 你看我很萎靡不振,对不对?- 对,然后就Catherine就每次跟他打招呼,他就走。- 然后就跟他讲话都很没精神,那你怎么回来的?- 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调试心态哦。- 结果不是好一阵子没跟你联络吗?- 是是。- 就在疗伤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有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逃避不了,你就只能面对啦。- 所以我就非常的努力订读书的计划。- 我是真的那一阵子在家,每天花好多小时。- 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让自己大量的听英文新闻。- 然后再来,接下来的半小时我要做一些写作。- 哦。- 再来呢,我要跟读,看一部影集,然后回音法。- 就这样每天,其实花蛮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次很认真地跟你开会的时候,我鼓励你说, -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把老师这个职业想得太厉害或了不起。-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说,其实老师不是什么都懂的人。- 当你发现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没问题,就是人嘛,人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总是会比学生更用功的去研究他。- 对。- 然后再把你领悟出来的分享给学生。- 我觉得这就是好老师。- 对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沟通啊,还有跟贴船相处的过程中,我就看到你又再回来,我心里感到蛮欣慰的。- 你说又这样叮!- 对的。- 然后又开始有那个热情。- 对的。 - 因为又回到了,就说来,同学们一起来。- 还跟着我一起练习声音。- 这样吗?- 我觉得啦,我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人要成长,你可能需要一点点自打。-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被戳。- 被认知到说你其实很烂。- 你这次有够烂之后呢,你在那个挫折中想说,我好烂。- 但是我就想办法变更厉害之后,发现说我变强。- 对的。- 我听你这种时候突然好奇这些事情。- 你在第一次好奇也是, - 不断的逼自己去接触英文吗?- 对。- 然后找外籍老师一直讲英文。- 对,就是把看英文的时间拉到人生最长的一次。- 这个你怎么做到?- 就是你在第一潮期,却还能够逼自己一直维持一个读书用功的习惯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英文。- 然后以前小时候的那个画面对我来讲太鲜明了。- 就是我一直记得我小时候,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一个全英文的主播在报。 -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震撼到。-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讲英文是要很认真的去想每一个我要讲的句子的。-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我一定要有一天,就算不是要当英文的新闻主播,也要可以达到讲英文像这样子的。- 流利的说明。- 对,这么流利。-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努力的往那个目标前。- 因为我觉得只要碰到是任何跟英文相关的事情,我就会把那个完美主义的个性拿出来。- 然后不容忍。 - 因为有这个向往想要成为英文流利的人。- 真的有向往。- 那段时间,在读的当下我还是觉得还蛮快乐的。- 还蛮开心的。-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你变成持续这么热血,持续这么努力的一个契机啊?- 我第一份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啊,应该要有一些什么东西。- 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工作辞掉。- 然后用当时候一年所存的存款。- 自己当背包客然后到美国去玩。 - 因为我是一毕业就开始工作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在国外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周一个周这样慢慢的去找我的朋友。- 第一站就去找我在念布朗大学。- 哦,名校名校。- 一个名校。- 然后念那个类似数学系。- 非常聪明,就以前班上帮手。- 数学系。-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因为我看到了世界顶尖聪明的学生齐居一堂。- 他们每天都还这么的努力。- 我的聪明才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因为我看到了世界顶尖聪明的学生齐居一堂。- 他们每 就大概只有他们的一半嘛。- 结果他竟然比我还要努力个三十倍。- 我觉得那个时候视野是真的帮我打开很多。- 因为我认识到我现在要竞争的对象不是交大。- 不是最高学服台大。- 而是整个世界。- 所以当年回台湾之后马上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塞痕衡刺了好多年。- 然后才有现在这样一点基础。- 听你这么说哦。- 突然能够体会到那时候空音总经理见识歌。- 我不知道讲本名可不可以。- 跟我开会的时候就说的事情。-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 - 聊的时候要怎么合作。- 空音问我们有哪些老师的选择。- 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如果外面的老师,空音觉得适合的我们也可以讲。- 结石哥东看西看他觉得说,我最喜欢的是Catherine。- 我不知道我最怕耶。- 是因为他讲的比较正吗?- 结石哥说,没有啊,讲正的很多。- 所以我自己随便乱讲。- 我好害怕哦。- 他说因为英文老师厉害的比比结石。- 但是他觉得很多英文老师散发的其实是,我就是英文很强啊。- 但是他说Catherine - 给他的感觉是,你英文学不好,我来带着你走。- 我来一起走,一起走这种感觉。- 结石哥你有眼光,我的确实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结石哥这样说的时候,我想说,可是我看其他老师也有那个感觉。- 也不至于说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但是可能他看到了你的就是语众不同的这个任性。-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Catherine就开始负责做这个跟空音合作的课程。- 我今天听你这么说,我好像懂为什么空音这么喜欢你,然后学生们这么喜欢你。- 然后学生们这么喜欢。 - 那我觉得你真的懂得有点慢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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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为我也觉得Catherine不錯了,但是今天听了这么多,所以感觉到了,我过去可能忽略掉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 你去年的那个课程就是,遇见说英文的自己,也是很着重在终在绘画。- 那这次推的英文小聊天聊出人生大交集。- 要再一次。- 虽然我是创办人,但是不是所有课名我都很熟。- 英文小聊天聊出人生大交集,对不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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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两个门课全部都是很注重在绘画 为什么你会一直专注在绘画中 专注在绘画 因为大家学一文不是要讲啊 不是就要讲啊 就这么简单的 对 就是要讲啊 不然 好啦 应该这样说啦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有那种非常专业的学术背景 比如说某某教育学硕士啊 所以我花比较多的努力 都是让我自己进到外商公司 能够生存 或者是跟外国同事能够实际的沟通交流 所以我在口说这方面 的确是花了比较多工夫去思考 怎么样去进步 以前在学校考试也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 但真的要开口说的时候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像现在我们在台湾 听台湾的新闻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叫我们用爆新闻的口吻 去讲新闻的话 我相信八成以上的人都会讲得出来 所以我对这个部分 口说的部分 其实是有比较多领悟 能够分享给各位同学 但我不是在说考试成绩不重要 而是我相信现在业界有太多其他更专业的老师 可以给你们更精准的指示 如何去考到高分 应该在学英文的过程中最缺乏的其实是教我们如何用英文沟通的人 对一个练习的对象 这次你推出来的小聊天课程 小聊天课程 跟去年你做的入门英文 这两个受众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受众群是一样的 但是在内容制作的概念上 我觉得有点像学数学好了 你看我们在国小就是很努力的学加减乘除 把这些基本功练好之后 你到了国中就有应用题 或是把这些加减乘除运用到比如说三角函数 就可能你解一道题目 你就会需要用到你所有那些加减乘除的基本功 那我觉得对应到英文就是 在入门英文把你的基础 把你的句型文法单字打好之后 到small talk这个课程里面 实际的搭配非常常聊的三十个聊天主题 实际的去运用 可是像入门英文也有很多情境 看历史啊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 在入门英文里面的情境边转 顶多就是边小小的 顶多一来一往两句到三句 因为那些情境必须是要符合那个单元讲的文法 或是那一单元不然有句 所以如果这个情境编到太长 也许就已经脱离了那个主题了 但是在small talk的情境里面 这个主题里面 可能一来一往会到八句到九句 所以这也是这个small talk的课程里面的目标 就是希望让大家真的能够一来一往的 同时学习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怎么去接话 所以入门英文因为是要帮大家 一点一滴的累积基础观念 每次讲的例子就会锁定在要教的那个概念上 对 让大家比较密集的去训练 那个惯用句或是那个句型 那small talk有点像是把入门英文所学到的概念 全部都融会在一些情境绘画里面 所以就会是一种大复习 那如果一个学生没有上过你的入门英文 适合上这个small talk课程 我在small talk的课程里面 通常遇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文法或是句型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同学说 诶 这个句型出现在我们入门英文的几支集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去复习一下 所以如果各位新的同学 在上small talk的课程的时候 发现诶 这个的确是我不懂的概念 那我会还蛮建议你们可以去入门英文 再去上下那个课 但是如果你觉得诶 这个部分 也许我可以自己去网上查资料就可以理解的话 那当然可以就直接继续上small talk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重点 倒不是有没有上过我初的这个入门英文 而是再一次借由这个small talk的课程 考验看看去让你翻搅一下一个回忆 看看诶 这个概念是不是我熟悉的 如果不熟悉的话呢 再想办法去把它学起来 OK 好的 今天谢谢凯申远老师 谢谢魏申远 对 那我们这边要怎么回去啊 哈哈哈 你过去来这边上课是要怎么回家 哦 那个时候我家住这边非常近 哦 是哦 对 就一班车205就到了 205 对203 607 哦 这么多班可以到 非常多班 就每次我几乎只有一到那个工作站牌 我就可以上车了 诶 那你现在还有时间吗 我们要不要去做上高中啦 做上女中 对 做上女中 我怕大家会把冠雪子放下来 现在几点了 看这边 看这边吧 好 好 那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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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觉得一通公园很不错 第一次来 那就有没有什么话 你想要对正在迷惘的 英文学习者讲的 要从你讲一次吗 可以 我觉得这part挺好受 可以 我觉得这part挺好受